现在所有人都谈创业 一言不合那他就创业 不想工作了创业 别人创业了我也创业 没有钱急一赚钱 我又创业了 但是这些人都不专业 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现象 绝大多数的创业者 都是不守规矩的企业家 我们称之为企业家吧 那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个比喻 来形象的说明这样的一个现象 说我们踢足球 你能用手吗 你不能吧 是我抱着球跑 你看看现在 现在的人做自媒体 他连文章短视频 悟空问答他什么都不写 抖音他也不拍 他就在问 说红贺你为什么粉丝那么多呢 他没有想过我已经什么 我已经花了几年很长的时间内 在锻炼自己的什么呢 球技 好不容易上球场了 那我得什么 我得不断的盘带的过程当当 还得找配合 后面还有一支团队 他不想这个问题 他就在想你多笨 你多傻 咱护粉多好 我抱着球跑 到守门员那里 我这么一扔多好 你看这些都不是守规矩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创业者总是为了不择手段赚钱而卖货 这些都不专业 专业的人一定要懂得规矩 企业家 真正的企业家 真正的直接创业者 他是懂得规矩的 规矩之一 人品决定了你的商品 就像酒品决定人品是一个道理的啊 你的人品都不行 那你在商业当中你的合伙人啊 你能对你的消费者好吗 你肯定得虚假宣传吧 你认为我都聪明啊 我卖你一个一千多块钱的保健品 结果呢 结果消费者上当了受骗了 以前呢 人气吞声 现在呢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会打什么呢 打毛毛毛的315电话 结果呢 结果你被罚了 有人说他们找不着我呀 总会有一点找到你的吧 如果你情商是这种习惯了 那么一个消费者傻了其他的呢 这个社交化自媒体越来越发达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搅局的都是一些不应该创业的人 创业了 宝妈不应该创业吧 说我没有钱 我不创业干嘛呀 你最终的价值是什么 是照顾好孩子和家庭 你说你当个宝妈 又没有时间 又没有精力 小学中学文凭 你没有能力 又不想付出 你就想掏个5000块钱 你想越赚3万 比你老公朝九晚五上班还有钱 你看人家喜提保持节了 你又想喜提一个桑塔纳 你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 还有农村的孩子 就学人家微商微店商 传销直销的 越赚3万 你就想想 我现在一分钱不能 我越赚1万5倍 你看这就上当了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不专业的表现 我们今天听到黄鹤这段短视频 一定要什么 面临着我们身边这个现象 既对这个社会呢 不要悲观 因为现在大宗创业 千分之1.3啊 也就1000个人当中 只有1.3个人是成功的 并不是失败率那么大 以前为什么 以前是10%呢 成功率呢 现在为什么千分之1.3呢 是因为大量的非什么 非专业的业余选手 一些什么呢 一些下层的创业者 他根本不具备创业 他来什么 他来创业了 才增加了大量的分母 所以大家都说 说现在啊 进行企业的啊 你就得坑蒙拐骗 那行吗 那不行 再有一点要什么 要客观的面对自己 说如何能够更好的创业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本事拒绝自己的这次创业 你不能一言不合就创业呀 要人一穿多你就创业了 这不行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创业者 都是不合格的 不守规矩的 未来的企业家还活在梦里呢 哪是企业家呀 连人做的都不合格 你们说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